最近夜线现场还爆破了台铁普悠马号445车次 从台东开往树林的列车在晚间9点36分 传出故障还卡在蓝阳大桥 不少旅客都非常的担心 台铁表示普悠马445车次在晚间发生的这起事故 经过紧急处理 已经在晚间的9点58分恢复了正常 那9点59分也开离了现场 不过列车是延误了23分钟 目前还在行驶当中 详细的事故原因有待离情